贤妃的后宫小日子 一、舒坦的日子 贤妃柳依依在后宫的日子过得相当舒坦 既无真宠的烦恼 也无需在诸多嫔妃间勾心斗角 她自幼家世普通 能被选入宫中 无非是因为容貌清秀 性情温和 不会威胁到其他嫔妃的地位 她并不喜欢在深宫中抛头露面 恰恰相反 她更享受一种低调的存在感 让自己在这个风云诡决的后宫中安全度日 后宫之中 真宠的女子比比皆是 皇帝高座九五之尊 身边加力如云 谁不想获得皇帝的宠爱 让自己的地位更进一步 而贤妃柳依依从未对此有过太多幻想 她早已明白 自己在皇帝心中 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存在 后宫多她一个不多 少她一个不少 当年 贤妃进宫不久变的皇帝宠幸一次 后来靠着岁月的积累 勉勉强强坐上了四妃之一的位子 这个位置看似尊贵 却无胜实权 她觉得这样也好 与其真名夺利 不如安安稳稳过自己的小日子 免得像其他嫔妃那样 稍有不慎变落的各惨淡收场 二 懒散的贤妃 贤妃的性情向来随和 不过在后宫里 她最大的特点是懒 不是一般的懒 而是一种无比超然的懒 宫里的嫔妃们都为讨好皇帝而煞费苦心 然而贤妃却从不为此多做努力 她每日在自己的寝宫里养养花 逗逗猫 偶尔和身边的宫女小兰闲聊打趣 娘娘 您不去伺候皇上吗 小兰时常好心提醒 毕竟后宫的女子一身都戏在皇帝的宠爱上 贤妃每次听了这话 总是笑着回应 伺候皇上 我怕是耽误了皇上看别的家人 她说的轻松自若 丝毫不觉得自己的懒散会影响什么 后宫的规则早已让她心生厌倦 与其去争一个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不如悠然自在地过好每一天 于是 贤妃的懒散 成了后宫里一个颇具话题的趣闻 三 翻牌子的尴尬 然而 这一日 皇帝忽然翻到了贤妃的牌子 这令柳依依有些意外 毕竟皇帝这些年对她并无特别关注 她已经有许久未被照信了 这日皇帝突然翻她的牌子 让她颇有些不知所措 娘娘 这可是好事啊 您该收拾打扮一番 等候皇上灵性 小兰一脸兴奋地为贤妃整理衣物 然而 贤妃却对此性质缺缺 她懒洋洋地躺在榻上 瞇着眼睛 不紧不慢地说 我身子不适就不去伺候了 可是皇上 小兰还想劝说 但贤妃已经摆了摆手 示意她不必多言 就说我这月鬼水位置 身子不方便 贤妃语气淡然 似乎这只是件无关紧要的小事 皇帝那边听到这个消息 眉头一皱 顿时想起了一个有些奇怪的问题 几次翻贤妃的牌子 她似乎总是身体不适 要磨头疼 要磨鬼水来潮 这次她又撑鬼水来了 但皇帝想了想 这已经是本月第三次了 爱妃 若正没记错 你这个月已经来过三次鬼水了 皇帝再来到贤妃宫中时 便直接提出了这个问题 贤妃一听 脸色微微变了变 心里暗暗叫苦 这下好了 装病装过头了 四 尴尬的对话 贤妃顿了顿 抬头对皇帝一笑 语气中带着几分轻松 回皇上的话 臣妾最近身体确实有些不适 可能是寒气入体 越是不太规律 皇帝听完 脸色略为放松了些 但还是对她的解释感到有些怀疑 寒气 正记得爱妃的身子一向健壮 怎么会突然寒气入体呢 贤妃听出皇帝的话里 有些野鱼 心中不免有些尴尬 但她依然保持着轻松的神态 臣妾每日在宫中闲来无事 或许是疏于锻炼 才让这寒气入了身 若皇上联席 便让臣妾好生敬仰吧 皇帝听着贤妃这翻蓝散的话 心中不禁有些好笑 这后宫中 真宠的嫔妃不计其数 贤妃倒好 连自己的身子不惜也懒得挣扎 爱妃 正看你这般懒散 倒像是宫里过得太舒坦了 皇帝一边说 一边伸手轻轻抚上她的额头 目光柔和 贤妃脸颊微微泛红 轻轻推开皇帝的手 低声道 皇上何必这么说 臣妾不过是想安安静静过自己的日子 不想去与人争斗 五 皇帝的试探 皇帝微微一笑 目光中带着几分打量和探究 贤妃的性格她心知肚明 这女子并无真宠的心思 甚至可以说 她从进宫那日起便一直在刻意避让 这在后宫中极为少见 因为每个人都想在她心中占据一席之地 而贤妃却似乎对此全无兴趣 爱妃当真不想与其他嫔妃争宠 皇帝试探性的问道 贤妃抬起头来 与皇帝四目相对 眼中闪过一丝无奈和苦笑 臣妾自知自己姿色平庸 又无显赫家事 怎能与他们相比 皇上想要的 后宫中的美人随处可得 臣妾何必去争一个本就不属于自己的位置呢 皇帝听到这番话 心中微微一震 他原以为贤妃只是懒散 但如今看来 他不仅是懒 还是对这个生公的权力斗争 早已看得透彻 他的这种看淡名利的态度 倒让皇帝对他多了几分好感 爱妃倒是看得通透 皇帝轻轻叹了一声 随后坐到他身旁 伸手倾抚他的手背 不过 正今日来 不是为了听你这些话的 贤妃有些惊讶 抬眼望向皇帝 不解地问 那皇上是为了什么 皇帝笑着说 正只是想看看 这么多年来 你的懒散背后 是否还隐藏着其他的秘密 六 隐藏的秘密 贤妃心中一阵惊慌 但面上依旧维持着淡然的表情 他知道皇帝并非无情无义之人 但后宫的风云变幻 他始终是那个高高在上的掌权者 任何一丝不寻常的举动 都有可能被他捕捉并加以利用 他不由得在心中暗想 自己这些年来小心翼翼的躲避宫中的斗争 难道还是被皇帝察觉到了什么吗 皇上这话是什么意思 贤妃脸下眼睫 语气依旧轻柔 却透着一丝不安 皇帝轻轻抚摸着他的手 语调依旧温和 爱妃不必紧张 正知道你心思清明 从不参与后宫的争斗 这些年来也的确难为你了 不过正一直在想像你这样聪明的人 怎会甘于这样平静的日子 你是不是还有别的心思 贤妃听到这话心中一惊 随即又平静下来 他知道皇帝在试探他 但此时若不谨慎应对 很可能会落入陷阱 他低声回应 臣妾确实无心争宠 也从不奢望能在后宫中拔的头筹 皇上恩宠后宫仲妃 臣妾觉得已是足够 至于有无心思 臣妾唯一的心思便是 希望在后宫中安稳度日 不至于像其他嫔妃那样 总为名利所困 皇帝静静听着他的话 眼中闪过一丝深思 那你可曾想过 若是有一天 正要你参与其中呢 贤妃唯唯一阵 这问题来得突然又锋利 他从未想过皇帝会让他 介入后宫的权力斗争 因为他向来必知不及 但如今皇帝话里的意思 似乎是 想让他成为某种棋子 他强自镇定 轻轻回到 臣妾不敢 后宫中的斗争 臣妾自知不擅长 也不愿卷入其中 皇上心中自有定夺 臣妾只求在这宁静中陪伴皇上便好 皇帝闻言 沉默了片刻 随后轻笑道 爱妃果然聪慧 看来正确实不该勉强你 不过 这宫中诸事繁杂 爱妃若能在旁协助 正道会轻松不少 贤妃心中一松 知道自己暂时躲过了这一劫 但皇帝的试探却让他心中有了警觉 他原本只想低调度日 但现在看来 宫中的风暴已经悄然逼近 七 后宫的波澜 接下来的日子 后宫中的风向似乎有所转变 皇帝的宠爱越来越倾向于新晋的一位妃子 昭仪李延 李延出身显赫 家族在朝中颇具势力 容貌秀丽动人 深得皇帝喜爱 他入宫短短数月 便迅速成为后宫宠妃 后宫中的嫔妃们开始暗中妒忌和不安 唯有嫌妃依旧平静如常 似乎全然不被这场风波所影响 他看得透彻 明白李延仪的宠爱如日中天 不过是全是在宫中暂时的臣服罢了 这天 贤妃在宫中散步时 听见几名宫女窃窃私语 似乎在议论李延仪的的宠和其他嫔妃的妒忌 李延仪真是厉害 短短几个月就得了皇上的万千宠爱 连娘娘们都不敢轻视他 可不是吗 听说李延仪的父兄在朝中势力极大 皇上对他也是青睐有加 后宫的风向怕是要变了 贤妃听着他们的对话 心中却毫无波澜 他从一开始便对宫中这些争斗看得清楚 李延仪的宠与否 对他来说不过是后宫风云的又一次变幻 回到宫中后他静静坐在窗前 看着外头的阳光洒在花园里的花朵上 忽然笑了笑对小兰说道 小兰你觉得这宫中的风景什么时候最美 小兰愣了一下随后答道 当然是春日百花盛开的时候啊 贤妃摇了摇头 轻声道 不 这宫中真正美的时候 是一切风波过去 只有安静留下的时候 八 皇帝的再度翻牌 几日后 皇帝再次翻到了贤妃的牌子 这一次 贤妃没有再推脱 他明白 自己不能再一次次用鬼水之说来逃避 当晚贤妃打扮的端庄大方 静静坐在宫中等待皇帝的到来 皇帝进来时 见到贤妃依旧是那负淡然的模样 不由的笑道 爱妃今日倒是不同往日 怎么 不再推脱了 贤妃微微一笑 回到 皇上垂帘 臣妾自当侍奉 皇帝点了点头 坐到他身旁 目光中透着一丝深邃的探究 这后宫中的女子 个个都想得宠 唯有你 总是推三足四 你可知 朕这些年 对你也不是没有心思 贤妃低下头 轻声回到 臣妾自知自己平凡 无法与其他嫔妃相比 皇上对臣妾的宠爱 臣妾心领了 皇帝看着他 忽然轻声笑道 你当真以为 朕对你只是一时兴致 贤妃抬起头来 与皇帝四目相对 这一瞬间 他忽然明白 皇帝对他的宠爱 或许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容貌和性情 而是在后宫这片全眸之地 他看到了他的与众不同 9.贤妃的选择 这一晚 贤妃与皇帝促息长谈 两人之间似乎拉近了不少距离 皇帝的话语中透露出一丝欣赏 而贤妃也开始明白 自己或许已经不能在以懒散的姿态生活下去了 爱妃 这宫中风云变幻 若是你愿意 正可以让你在后宫中立于不败之地 皇帝意味深长地说道 贤妃心中一阵 他知道 这是皇帝给他的一个选择 是否要卷入这场宫中的斗争 成为真正的宠妃 或者继续保持他那份悠然自得的生活 他微微一笑 低声回应 皇上 臣妃不敢奢望过多 臣妃只愿守着这份宁静 陪伴在皇上左右便足够了 皇帝听完 微微点头 并没有强求 他明白 贤妃的心境与其他嫔妃不同 他追求的是内心的平静 而妃后宫的权势 于是 这场对话在平静中结束 贤妃的后宫生活依旧舒坦 十 贤妃的决心 随着时间的流逝 后宫中的斗争依旧如火如荼 李昭仪仍然凭借其显赫的家世和受宠的地位 引得其他嫔妃极度不已 各种名争案都层出不穷 而贤妃依旧保持着他那份难得的宁静 这段时间里贤妃不再刻意推脱皇帝的召见 但他依然保持着一份适当的距离 他明白自己并不需要在这个权势角逐的舞台上拔的头筹 只要保住自己的位置 不让自己卷入风暴便已经足够 然而贤妃的低调并不代表他完全无视宫中的变化 他清楚 在这座深宫大院里 任何一点微小的动静都有可能影响到他的未来 他需要在不争宠的同时 找到一条能够自保的道路 有一天夜里贤妃静静坐在宫中 望着窗外的月光 心中默默盘算着 他知道自己不能再如过去那般懒散了 皇帝已经向他表露了欣赏之意 而这种欣赏并不是单纯的宠爱 里面夹杂着更多的深意 或许皇帝是想让他成为后宫中的一个平衡点 一个既不珍宠却又不失分量的存在 小兰明日去取些养生药才来 贤妃忽然对身边的宫女吩咐道 小兰有些惊讶 这位贯常懒散的娘娘突然关心起了自己的身体 她点了点头领命去准备 贤妃心中明白自己若要在后宫中立足 便不能再单纯依靠推脱和懒散 她需要保养好身体 让自己随时能应对皇帝的灵性和后宫的变化 11 后宫的新局势 不久之后 宫中发生了一件震惊后宫的大事 李昭仪的父兄因朝中政变牵连 家族势力一夜之间崩塌 李昭仪的显赫背景成为了她的致命弱点 朝中大臣纷纷疏远 而皇帝也逐渐对她冷淡 这一变故让后宫的局势再次发生了翻天覆德的变化 那些曾经讨好李昭仪的嫔妃开始重新站队 而李昭仪则从盛宠的高峰跌入了冷宫的低谷 贤妃听闻此事后 心中不由的感慨 这正是后宫的残酷所在 无论你一时多么的宠 终究难逃风云变幻的命运 她庆幸自己一直以来保持低调 未曾过度依赖任何外在的权势 但同时贤妃也明白 自己必须谨慎行事 后宫的风暴远未平息 而她所选择的这条不真宠 不夺权的道路虽然让她免于争斗的风险 但也意味着她随时可能被人忽视或取代 十二 贤妃的生存之道 从那天起 贤妃开始更加注重自己的公务 与周围的嫔妃和公女们打盘关系 她不再一味的躲避宫中的斗争 而是学会了在暗处观察 静静等待合适的时机 既不主动出击 也不让自己陷入孤立无缘的境地 在与皇帝的相处中 她依然保持着那份恰到好处的疏离 她不会过于热切 也不会冷淡疏远 每当皇帝来到她的宫中 她都会以最自然的姿态接待 既不过分讨好 也不让皇帝觉得她无所谓 这种恰如其分的态度 让皇帝对她的好感日渐加深 有时贤妃会与皇帝闲谈宫中的大小琐事 她不会过分摄入 但也能给出一些重肯的建议 这让皇帝渐渐发现 贤妃虽然懒散 但在处理公务方面 却有着一份难得的智慧 爱妃正越来越觉得 你是后宫中最懂事的妃子了 皇帝曾在一次相聚后 微笑着对贤妃说道 贤妃听后 只是轻轻一笑 谦逊回应 皇上言重了 臣妾只求陪伴皇上 至于宫中之事 臣妾实在无能 但她心里明白 这就是她所需要的平衡点 既不显山露水 又能在关键时刻展现出自己的价值 这正是她在这身宫中立足的生存之道 十三 余生的安稳 贤妃的这份智慧 最终让她在后宫中立于不败之地 随着时光的流逝 许多曾经争宠的嫔妃相继失事 而贤妃却始终保持着那份宁静和淡然 皇帝对她的宠爱 虽然不如其他嫔妃那般热烈 但却持久而稳定 她逐渐成为后宫中一个独特的存在 不争不抢 却拥有着自己的一席之地 那些曾经笑话她懒散的嫔妃 如今只能感慨她的智慧和远见 而贤妃自己 也终于在这场宫廷斗争中 找到了属于她的安稳生活 小兰 这宫中的风波来来去去 我倒觉得 现在才是最好的时候 贤妃一日闲来无事 对着窗外的景色轻声说道 小兰笑着点了点头 回应道 娘娘这些年来一直淡薄 现在终于如愿了 贤妃轻轻一笑 眼中透着一丝满足 她知道自己终于找到了那份她一直追寻的宁静 在这深宫之中 她既为与人争斗 也为被斗争所吞噬 这已经是她能够获得的最大胜利 结语 贤妃的后宫生活 虽然没有波澜壮阔的真宠故事 也没有惊心动魄的权力斗争 但她用自己的智慧和淡然 成功在这深宫中找到了属于她的平衡点 她选择了远离斗争 却又懂得在必要时展现自己的价值 这让她最终成为后宫中最特殊的存在 而她也终于在这片深宫中 过上了自己理想中的舒坦小日子